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整理 整理出来两个 两个同样是胃病 胃癌 结果是病死 病死 疾病的命返我非常多 我特别找这两个是类似 他是一个男的是一个女的 都是因为在某个年纪得到胃癌 结果则是被故 左边这个是一个男的 他出生在1940年12月1号 右边这个是女的 那我先讲这个 男的这边 那各位看到这个 男的八字排排嘛 庚臣年 戊子年 戊子日 丙臣世 那这个 我想悟土生在冬天 那八字当然是希望有特后用程 冰火 所以冰火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但是呢 很可惜啊 这个冰火呢 地之内是没有根的 完全没有根 那么 这故土生在职业 那地之都喝水 那天干又透一根金来生水 那土生金金生水 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弱 才多深作 对不对 那这个人的八字呢 为什么会得到胃癌第一个特征 我过去看过 消化系统有问题的 经常呢 八字会出现呢 所谓的效应多时 效应多时 像这个 以前绿农汽车那个老板的燕凯泰 前几年 也是因为呢 这个 死到癌 那年纪轻轻的就走了 那他那个人为什么得到死到癌呢 是因为经常在念那个 喝那个威士忌 那算是烈酒 所以就得以后那个死到出问题 那他本身我看过也是消应多时 所以 这第一个特征就是因为消应多时 死代表 死到这个部分 常位消化系统这个部分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人的八字当然有一个特点就是 悦住跟自助福隐嘛 那么福隐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人在中年左右 他一定会有一个反复 人生会有一个反复 有一个反复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多半都不是好现象 那另外呢 另外呢 这两个止水 这两个止水呢 这两个止水呢 也会按摇一个丑 所以那地质呢 并不是 那两个城 也会按摇一个油啊 那这个丑跟城 这个都是水库嘛 那丑又合 又合成金嘛 所以地质整个一片金水啊 那水多土当然啦 就称不住水多会土崩嘛 对不对 会土崩齁 所以你看齁 那这个人这个 这个 这个 当然十岁走几土 走土 最少还有帮生 还有帮生 那后面呢 第二个运走耕眼 走木运嘛 那个火 最少 眼哥稍微旺一点 所以呢 这个 基本上都还 还过了关 那么 这个人的地质 地质 是带白虎白虎 我过去讲过啦 这个 伤病白掉上 这种人 那 如果说在日柱跟月柱之间 对冲 然后是浮云的问题 一般就是身体的中半部的问题 这中半部的问题 那跟肠胃啊 胸部啊都有关系 好 所以 这第一个就是这样子 那再来 所以这个我想到八字 我们的洛义父里面讲一句话 霞灵得以 霞灵得以中和 妖者尚以评估嘛 霞灵得以中和 等于是人如果说要长寿 霞灵就是高寿的一神 他八字一定四晚得地 然后八字很中和 金木水和土都非常的平均 所以霞灵得以中和 妖者尚以平估嘛 那这个等于是金水一大堆 木火太缺了 好 然后呢你看 一走到水 又来了 所以四岁这个 这个大音 水一透干 水一透干 才能慢慢就倒 水还没有透干 这个土还不会崩掉 水一透干以后 可不可以看到 走到 沉溢 就引动了 对不对 沉沉自行 沉沉来沖了嘛 那三个沉会沖出一个序啊 对不对 所以在讲 悟沉年 他自己就位啦 对不对 自己就位啦 那悟沉年跟悟子呢 又会要一个生至沉 整个地 这是一片水喔 一片水喔 那三个沉就沖出一个序 序 他的序 代表他本身 他不下来没事 他一下来就沖掉了 所以这个人在四十九岁 就因为呢 胃癌病户 其实我在看的话 应该四十七岁 丙眼年 就开始发病了 为什么 因为丙眼 跟这个病子 会供一个毛 毛会醒他 醒他这个 这个位置 那 那这个毛 就是他的病户啊 一般 我们看到病户的大院 或者是病户流年 都比较容易生病 那丙眼年应该就开始发病了 丁毛年也是啊 丁毛年也是病户啊 而且走印都不然要吃药嘛 对 所以呢 他应该是从丙眼一直拖丁毛 走在悟成年才走掉 因为发生癌症嘛 不会说马上就走了 有时候拖个两三年都可能 好 这个是一个难命 那一看就是 我们从五行生客里面 大概就可以断得出来这个人的问题了 不用再看到其他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女命 这个女命 这个女命是生在1953年10月7号 那这个人也是在36岁 跟这个人一样啊 同样在悟成年中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那这个人 你看喔 会短命的人喔 总是呢 他命中 总是会有一组 像这个福音 那这个是直接充客 天比地充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表示 那中年 中年以前一定会有发生重当的事情 自己制作在上 好 好 那么 这个八字呢 是这样子 增益和尸神喔 消应多时 增益和尸神 其实也是把尸神 有的时候把它合掉 合掉 尸神也代表消化器官嘛 不是嘛 所以像这种人的话 我过去看过 这种人 我经常说 贫血 会贫血 好 会贫血 那这个毛鱼虫 他这个 这个人的病应该是 因为肝 肝失调 因为毛是 有是隔壁麻 冲毛 肝产生问题 失调以后慢慢的引发 胃的疾病 好 这种人也是多忧多虑 冲入 好 当然这事情 有些人会得胃病 也是长期激压 心情不好 或是很多事情的压力才会引起 不是嘛 好 那这个毛虚和 毛虚和 对不对 也把这个虚的 给他给辨制了 对不对 好 好 那所以呢这个人 就走到三十二岁这个大运 疑虫 好 你看好 他地支直接做宅杀 好 好 那么这边是做血人 好 这个都不好的神杀 那么这边是毛有充 好 那就硬在河 河的大运 就进来了 不是嘛 一定有事情 好 那这个乙木平常不出肝 一出肝 好 这是病科大 所以我刚刚讲说 他这个人可能是因为肝病 因为肝失调 所以引发了胃肠的疾病 因为乙木出来了 对 他地支毛有虫吗 好 这个 这个悟土 这个悟土很不喜欢丑 好 各位跟他算一下 你悟土算到丑呢 这个事叫做 养 土怕养 金衰木绝土怕养 等于这土如果走到养孕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些 疾病或者是不好的事 所以你看嘛 那走到丑的时候 悟土是养的位置 那么又带白虎 各位看到没有 那就变成地支 变成四有丑三合金 对不对 这四有丑三合金 那等于是天干金水一大堆 那么这个悟土呢 没有办法生存了嘛 对不对 好那走到36岁 悟成年 又把这个层直接就冲掉嘛 直接冲雪人嘛 对不对 好 这个 一般我们 中年走木库运也都不好 一般木库 少年木库 这个狐狸糊涂嘛 中年木库颠倒板工嘛 老年木库有时候还算急啊 没有时候不好啊 那这样只好苦硬 戴白虎 好 好 所以 我想这两个病灶 应该是一个共同点 这个 金水多土崩嘛 就这么简单 那要走到 走到金水多的时候 或者会不会金水的时候 这个土雨 没办法生存嘛 所以 我想这是一个 应该是蛮简单的一个 未必判断的一个例子 那提供各位来做一个参考 谢谢大家